即时新闻综合报道,面对世界越区极端的气候,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全球人口最密集的东京,不惜花费20亿美元,约新台币608亿元,打造地下防洪系统,这个位于北东京的地下水库,巨大到连一座自由女神像都放得下。 根据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报道,这座地下巨型防洪系统于2006年完工并用不同的隧道转移东京较容易淹水地区所排出的水,这座地下巨学也象征全球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天气威胁,各城市纷纷被占中一个接触的例子。 美国面对一连串强大破坏性预风侵袭的各城镇,在镇要开始加强暴风雨防护措施,修士顿官员打算花费4亿美元建造蓄水池,保护下游社区不被暴风雨淹没。 管理东京地下防洪系统的阿布国志QNRUA表示,他们准备面对前所未见的红缓,阿布国志说,至少到目前我们还成功。 即便是日本东京如此频繁与剧烈的暴风侵袭次数也让当局怀疑国内的防护措施是否足以应付当前状况,随着2020东京奥运的逼近,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急迫。 然而日本当前也有许多地方需要加强天灾的防护措施,例如东京邻近的城市恒滨KANALA恒滨市与东京都有在地震,海销上的潜在危险。 在2014年被瑞士在保险Swiss Ray公司列为世界最危险的地区。 根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全日本近30年来使雨量超过2英寸50。 8毫米大雨发生次数增加30%,使雨量超过3英寸76。 2毫米大雨发生次数更激增70。 海平面上升也使3800万人口的东京都会区一遭风暴潮侵害。 大型都市更新计划都将原本的滨海工业区开发为住宅和商业大楼。 常年抽取地下水导致部分地区下限15英尺。 东京许多地区都比海平面低,目前仍有老旧的提防保护。 然而建造这些防护措施同时也考验着日本的经济能力。 阿布国志表示,不知道日本是否能够再建造出东京地下巨型防洪系统这类的防护措施。 防洪专家经常泛滥的东京相互穿取土木工程前主管土古幸之也表示, 东京面对各面向危险,很难确保它准备充分。